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四平来了 局长 你找我 我是你爹 这不是在工业局吗 我总不能买工业局喊爹吧 来来来 坐坐坐 四平 爸 你找我有事 你不是闹着要调动工作吗 你高叔叔给你办好了 调到局技术处 这回满意了吧 还不谢谢你高叔叔 不用不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 要谢你谢 我不谢 你说什么 你喜欢这种拍马屁的人 我不喜欢 四平 别别别 再说了 我现在又不想换工作了 为什么 爸 我不换工作了 就在厂里干了 这不都给你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我也不去 我想好了 我这一辈子啊 就当工人了 四平 别感情用事啊 谁感情用事 连石百青那样资本家出身的人 都愿意当一个工人 我 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人 我当过兵 打过仗 总该比他局务高吧 四平 那你那个腰伤怎么办呢 我就当是带伤打仗了 我能挺着 爸 你看你板着个脸 有我这样的儿子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手掌 嗯 你想和我聊什么 就是白天你跟我说的这个事 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 林响为什么要跟我说谎话呢 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而且 他为什么对海东 有这么大的意见 你琢磨出来了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还真没琢磨出来 但是呢 我想让你帮我琢磨琢磨 我有一个想法 小年 给我拿猫巾 我又不是男的 怕我干嘛 去把那个椅子给我拿过来 你怎么能伺候我爸呢 你怎么要伺候我爸呢 你怎么能伺候我爸呢 他是首长 现在是个罪子 再说那也是我的工作 这不叫伺候 这叫服务 服务就是伺候 你伺候我 也是革命工作 你不认可也没办法 解放了人人平等 你是公家上的人 就不该让人伺候 那好 我们换个说法 我们互相帮助 这总可以了吧 我看出来了 你对我有意见 我对你没意见 干吗抵赖 我没抵赖 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我呢 父亲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大干部 而你呢 出身贫苦 大字不识几个 替人端茶倒水 说不伺候人 那只是说法 没什么两样 你心里受刺激 你嫉妒我 我说得对吧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说不说出来 这是事实 而且这个事实 永远也不会改变 好了 你有什么话要问我 我没有什么话要问你 一大早起来 你就心不在焉的 要是如果没有事情找我 你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的 干什么 我是老鼠你是猫 这是重新厂的图纸 辛苦了 我被人盯上了 谁 林人家的宫亲园 好 你没搞错 这个小丫头有点奇怪啊 我一到林家的时候 就感到他不对劲儿 他好像挺恨我 对我的态度一直很生硬 但我又找不出来 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万一他是公安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 办事总是脱离带水 毛手毛脚 他要是公安 我就是共产党 我是说 他对我的态度 让我不舒服 你就坐来 别说他连我都讨厌 你算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他什么也不懂 要不是老跟我过不去 他倒是个让人喜欢的女孩 你应该在林家 发展一个眼界 什么意思 你说他没什么文化 这种人认准了谁 就会把谁当成主子 死心塌地放心得了人 你在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家里 那等于是在共产党的窝子里 你身边应该有一个 能帮得上忙的人 你以为我没想到 冯江南是林然的铁岗 孙喜子和老周也一样 老罗头 又拿林然当圣人共产 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要说最合适的 只有赵小年了 你看他行吗 值得试试 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啊 五万万人 有一多半都是不穿制服的义武公安 还是谨慎点好 得先考察哈查他 怎么考察 我这儿先打听他的来头 你那儿也得用点手段 什么手段 把他塞进下水道里 用不着 我会尽快给你提供一种药 美国货这种药很厉害 会使人的意识在短时间内丧失 让对方在你的询问之下吐露真情 你把他弄清楚再说吧 林响同志 林响同志 你的邮件 谢谢 谢谢 我 corrige 你是否侃他 他在你帮我bold心 你怎么办 SOC 你找我 我总是 行 早上起来就忙里忙外逃 累了吧 习惯了不累 看你都出汗了还说不累 快 喝口水 怕用手在面前悄悄地刨了一个坑 把脸埋了进去 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 邱绍云烈士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烈火焚烧 怎么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 从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我不渴 我没说你渴 我让你喝口水 我不渴 为什么要喝水呢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 你不听话 他还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从此以后 我们再没有互相帮助这一说 你也不要再为任何事情来找我 我没听见我 你先不要再来 你那天 我看你 你 快点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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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 要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你忙什么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前两天要跟我说的话 现在可以说了 我没有什么要问林同志的 干吗不承认呢 你有话要问我 你想问我是怎么看海东哥的 或者说 我是不是喜欢海东哥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 我是干什么的 这件事情本来不该我问 是我爸让你来问我的吧 对吗 说吧 我头晕 喝两口水 喝了就不头晕了 是不头晕了 我给你们看我 我去拥备了 我给你带来的 你那边 我可以带来的 我去拥备了 我去拥备了 告诉我 你是谁 女儿 我是 我 是 女儿 谁的女儿 爸爸的 女儿 你叫什么 花子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马 骑马 不 在了 骑什么马 他们都去哪儿了 很远的地方 我看不见 我不能告诉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到过我的房间 你去我的房间干什么了 骑地 骑地 你的房间里很糟 很糟 你很恨我是不是 是的 我 恨你 为什么 你为什么讨厌我 你不是我 你长得一点也不像我 你说什么 什么不像你啊 你怎么不喝水 喝水 喝水 喝了水啊 我再告诉你 你给我站住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喜欢 云同志 是 是我爸让你来问我的 他关心你 他是个好爸爸 他还瘦了什么 他胃疼 他的腿伤又犯了 有时候睡不着觉 你比我知道的还多 你比我知道的还多 因为你是个坏女儿 赵小年 你不要在我面前撒野 撒野的不是我 是你 哎呀呀爸爸回来了 爸您回来了 哎小年怎么了 您是个好爸爸 爸没事儿 刚才我们俩聊天 小年有点困了 小年真的没事儿吗 没事儿没事儿 我先扶他进屋休息一会儿 走 来慢点儿 真是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真是 哎 你这是又怎么了 为什么你有话 自己不过来问我 您让宫庆元跑来问我干吗 是这样 爸爸本来想问你 可是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爸爸不好问吗 那你怎么好对他说 让他跑来问我 好想您把他看的 比我还重要 爸爸可是没这个意思啊 他知道的事儿 比我知道的还多 好像他才是您的女儿 哦 我这才明白 是小心眼儿了 啊 呀呀 您不琢磨琢磨 正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 我才能有些事儿那么去问她 她要是真的是我女儿 我能那样做吗 对不对 真的 那还有假呀 那这么说 您还是最爱我 傻丫头 那还有假吗 那我就不吃醋了 哼 你呀 嗯 好了 现在 我再也 不会通过别人问你了 你就说 你喜欢海东不喜欢 哎呀 爸 哎 你看看这屋里又没有别人 对吧 你不是跟我讲过吗 以后让爸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问你 跟爸爸说 爸爸不会跟别人讲 我替你保密 哎呦 问这种事儿 你让我怎么说出口啊 哦 跟老爸都不能讲啊 不能 哎 那好吧 既然我的闺女这么坚持 不愿意讲 那我也就不问了 哎 爸 您就那么想知道啊 爸不是想知道 心里有个数吗 那要是这样 您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又是什么事儿 您先答应了再说 好 我答应我答应 行了 说吧 您从此以后 您不准对赵小年好 哎呀呀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啊 小年是组织上派来帮着我工作的 是我们的革命同志 这是从大处讲 从小处讲 我对小年就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那她就是你的亲妹妹 哪有说革命同志 对自己的姊妹不好的道理呢 爸 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哦 那你跟我说是什么意思 嗯 我的意思是您 必须得把我放第一位 嗯 小心眼儿 嗯 我告诉您 我喜欢海东哥 但是和您想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爸 你女儿是组织上的人 什么事情都要讲个组织原则 你那两个养子啊 不管他们优秀成什么样子 我一个都不会爱上 嗯 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呀 我不想别人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指的是什么关系啊 你是厂长 我是副厂长 我们是同事 有谁说过我们之间 还有别的关系吗 没有 那又有谁会误解呢 反正我想再说一次 我没有爱上你 这话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有 为什么 别人会这么理解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了 明慧她以为我爱上了你 你爱上我了 没有 你可以这样告诉她呀 我跟她说了可她不信哪 不信什么 不信你爱上我了 你爱上我了 不是我 你否认什么 看来你真的爱上我了 没有啊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 你紧张什么 否认什么 我 你干吗这么着急否认 你明不明白 你越是否认得凶 就越是证明你爱我 我 我 你跟十番义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 我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只想说 如果你真的在乎十番义 那你也应该在乎我 我们俩 都不应该受到你的伤害 对 我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海东 海东 好像不开心啊 百合 我没事了 云同志 郭局长让你到局里去一趟 知道了 你们吵架了吧 我们没什么好吵的 我们没什么好吵的 你不用瞒我了 我都看出来了 我讨厌他 你讨厌他 讨厌他你还招惹他 你这不是飞蛾往火上扑吗 凭什么他是火我是蛾子 那你想做什么 想做柴化 往他炉子底下添 让他越烧越旺啊 你瞧瞧你又哭又笑的 你没病吗你 白金哥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病了 百合 你要听我的话 海东虽然出色 可他不属于你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你们只能做普通的朋友 你就当他是一处风景 远远地看着欣赏欣赏也就够了 别种了一地韭菜光吃不够 还等着看花开 这样吃亏的只能是你 白金哥 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不是说了吗 离他远点 只做朋友 别的什么都不像 这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他 军长 来了 海东坐 好 好 坐 海东啊 叫你来呢是有件事 上午局党委开过会 这个会的内容与你有关 所以叫你到局里来一趟 请郭局长提名局党委研究决定 任命你为盘龙市工业局 重工业科的代理科长 这是正式任命 老爷 老爷您回来了 快把衣服脱了吧 好 夫人呢 在楼上呢 大哥 您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天气真热呀 馅儿快给老爷拿冰块 是 看您一头的汗 快擦擦 天气这么热 您不在家歇着 还往城里去 场子那么大 百合又刚刚上任 我怕他不熟悉 替他点拨点拨 我来吧 他一个女孩子家 这么大的场子 他能拿得起来吗 我真不放心 女孩子啊 不是个个都能成居里夫人的 事业心再强 最终恐怕也是受感情所累 您是说那个云海东吧 他们怎么了 一个玉钩蹄叶 一个绣木千丝 当中隔着一个厚厚的帷幕 两不搭 我怕最终受伤害的还是百合啊 那您得劝劝百合了 别让他跟那个云海东来往 好 允知 嫂子 给老爷摇扇子的事 我做可以 香儿做也可以 你做恐怕不合适吧 允知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怎么这么跟人家说话 你让我怎么说话 我说阿飞老爷要洗澡 你去给他拿玉衣 阿飞老爷要睡觉 你去把床铺好 那是香儿的事 用不着他操心啊 是啊是啊 那是香儿的事 可是 真怕他做了香儿的事 还要做其他的 你这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允知 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容易 咱们应该放开一点 应该善待人家吧 你还让我怎么善待他们 把他们供起来 你不是已经把他们母女两个供起来了吗 难道你还让我也把他们供起来吗 允知 允知 你 真好 这首长家呀 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 老有喜事 你看吧 我海东哥 明辉哥 他们还会出成绩的 喜事啊 还会有的 学了两天文化 就会拽词了 海东哥 明辉哥 你都快成林家的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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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哥 祝贺你啊 谢谢啊 来 海东 来 吃菜 谢谢冯叔叔 大家伙都祝贺海东 海东啊 你这个位置确实重要 当了科长可是不敢骄傲 得把工作做得更好 来 吃菜 吃菜 明辉 吃菜啊 大阿姨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 四平 你爸爸最近怎么样了 不好 他腿伤又犯了 疼得直砸嘴 没请大夫 他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看啊 四平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呀 关心 怎么关心啊 因为我不去局里上班的事 他恨我不长进 回到家 我想给他下碗面条 他冲我喊 还捏我走 你说怎么办 没办法 我只好溜出来了 到厂里 晚上加个班 怎么说 你爸没吃晚饭 不是今天晚上 连着好几天了 因为局里工作忙 他好几天没吃晚饭了 没带点吃的来 您没吃饭 中午吃了 局长 您 您不怪我对您又有意见了 您都把日子过成这样了 您让我怎么说您呢真是 你少啰嗦 有这个心哪 您上街给我端碗面条的 去去去吃面条干什么呀 那真是 正好小林说了 想请您吃顿饭 走走走我们去他那吃 小林是谁啊 您忘了 就是上次陪您跳舞的那位 就那唱戏的 局长 您别一口一个唱戏的唱戏的 一点政策水平也没有 人家那叫文艺工作者 是艺术家同志 他当他的艺术家 请我吃饭干什么 请客吃饭 也咱一说 这和工作无关 人家是仰慕您 人家上回见了您 他就忘不掉您了 我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我有那么厉害 我这儿静和和气气的 小心翼翼的 你看看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小林 你说我这人 是不是让人一见就 仰慕啊 局长 人家小林一点也不一般 人家那性格多好啊 泉水似的 说上一次话 真的让您舒服三天 您再说觉悟啊 三代的无产者 对革命那是忠心耿耿 您瞧瞧人家 对老革命的那份痴情 我说了 要是我们的同志 都有这样的觉悟 那工作就省力气多了 再说那脸蛋也不错啊 人民艺术剧院的当家轻衣 挑着大梁 工作就是工作 跟脸蛋扯在一块干什么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人家小林啊 不光是脸蛋漂亮 人家别的地方也不错啊 您瞧人家那身段 那什么叫仙女 那就是啊 照你这么说 这顿饭我是非吃不可了 得 您不吃也行 大不了让人家小林 伤心一次 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哦 局长 我错了我又说错了 局长 您从来都不让群众伤心 反正我的肚子也饿了 他是群众 群众的饭可以吃 这就对了局长 这叫什么 这叫和群众打成一片 走 姐等会儿 一个当局长的 都混不上一口饭吃啊 四平说呀 她都几天没吃上一口热的了 就你这么隔三差我的送 她就能吃上热的了 那我就天天送 这个傻丫头啊 人家要你是过日子 不是要保姆 这干工作 都干到混不上一口热汤了 我看你这工会主席啊 不进职啊 爸 你快让我二姐送去吧 去去去去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好 局长 曼丽 高主任 怎么是你们呢 好 郭局长 我的妆还没卸 让您看见 真是不好意思 曼丽 你不是一直想 请郭局长去你们家做客吗 人哪 我可替你请来了 这是贵客临门 快请坐 不用了 坐下不用了 人家郭局长惦记你 还没吃饭呢 这样你赶快收拾收拾 收拾好了 咱们一起去你们家 好啊 你看这个 怎么都站着呀 快坐 好 来来来 郭局长 你这小屋弄得不错呀 人家是文艺工作者 这又有气质又有品味 您在背后不是都夸人家了吗 郭局长怎么会夸我呢 郭局长眼光那么高 什么没见过呀 这不是笑话我吗 我还就夸你了 我就偏夸你了怎么样 你看你看 谁会笑话 就是 谁又敢笑话 小林啊 人家郭局长可说了 跟你在一起跳舞 那就跟踩在云彩里似的 人家郭局长在延安时期 没跳过舞 进城之后也没跳过舞 到你这儿培养出来了 你不是瞎编的吧 你看你看 郭局长跟我跳舞呢 那是给我面子 是安慰安慰我 像他这样的老革命 怎么会看上我呢 怎么是安慰呢 怎么是给面子呢 我还就喜欢成跳舞了 我还就喜欢跟你一块踩云彩呢 你说你把我怎么办吧 瞧见没有 不是我编的吧 人家郭局长有领导才能啊 遇到自己没本事 工作又不得力地下级 那是从来都不给面子 像你这种既年轻又漂亮 耿红苗正的群众 他喜欢 你又瞎扯 不过我对那些优秀的干部啊 是比较感兴趣的 对群众也一样 你看看看 那我算什么 你 你是我们属于对脾气啊 怎么个对法 那么 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你是旧戏班子里面唱戏的 那是我们革命扫除的对象啊 过去长 是不是啊 你你你你对吧 你说你是资本主义寄生宠 你不扫除能行吗 你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年轻漂亮 你年轻漂亮也没用 过去长过去 你再年轻漂亮 你也得倒在我怀里陪我跳舞不是啊 你看 这叫什么 这叫尊重 这说明我们把你们收拾了 这就叫对脾气嘛 那你笑什么 我说什么了 有这么好笑吗 郭局长 您真是太幽默了 我幽我幽我幽默吗 何止幽默啊 连批评代表牙就您这水平 那真是没法夸您 夸多了就肉麻 你就别夸我了 我现在已经肉麻了